如果真的要播出的話 可能都要打馬賽克 那個不知道衣服都跑去哪 超個主意吧 聽為天人 出乎預料 你知道這個帳篷內的 真的是非常的不好說 所以 如果真的要播出的話 可能都要打馬賽克 對對對 因為非常的 你知道 六個瘋狂的男孩子 在帳篷裡面 每一晚都在玩國王遊戲 這包衣服都跑去哪 就是我們這種食材組在購買的時候 李琪琪一直在ㄎㄧㄤ 然後紫猴 他本來做效果 那個是 他們的設定 對 他們有叫我說 要做一個事情 對 然後又叫我不能講 紫鴻有被他氣到 但是紫鴻還是很溫暖的跟他在講 兄弟 很溫暖的 紫鴻的主意 聽為天人 出乎預料 真的是很驚奇 因為我沒有覺得他是一個很會煮菜的人 然後知道他會煮菜是 那時候在line裡面就有人就說 誒 紫鴻好像很會煮 然後我說那紫鴻可以試試看 結果現場還一到 他就說那這個我煮你們去玩遊戲 因為我以為他會煮食咖哩 對啊 我也會煮食咖哩 你會煮食咖哩 你會煮食咖哩就 這個更簡單 你要挑戰男的 真的嗎 我覺得瑞加跟李奇很猛 他們把一個 就是團康遊戲玩得像戰場一樣 就留一些血啊 對啊 留一些血啊 血貴之災 我有留血 正好那個時候比較感性一點 當你在忍住的時候 大家說你還好吧 你還好吧 怎樣 然後突然就感受到 就後面那個背啊 對 就是整個會爆掉 8 3 9 9 10 9 9